此善化天王,得开示一切夜变化的解脱门。 如此,说一说,有没有说完了这个道理。 这时候,就有一位叫善化天王,善于教化众生, 令一切众生反迷归角,离苦得乐。 那么,破无名显法性。 因为众生呢,有这个无名,无名啊,就是无所明了。 无所明了,就生出一种的迷晦。 一迷晦了,就会造这个夜。 而迷晦会造夜,明白会不会造夜,也会造夜。 迷晦就造恶夜,明白就造善夜。 这夜有善夜,恶夜。 有善恶夹杂夜。 什么叫善夜? 你能以不使,持戒,忍辱,精进,残定,智慧。 行这个六度。 行这个六度,万恶。 略以众生,这就是善业。 什么叫恶业呢? 你不不使,不持戒,不忍辱,不精进,不惨定。 没有智慧。 已经造种种的恶业,造种种的恶。 所以,就成为恶业。 你有善业,就可以上升。 有恶业,就是下降。 那么你善恶夹杂业。 就是啊,又有一点善业,又有一点恶业。 善恶业,都有。 那么这个呢,就在中间。 和这些做人。 所以这个业,是有很多种的。 不过,我们人呢,能以诸恶不作,就把恶业断了。 能以众善奉行。 那么,善业就增长了。 想到这个地方。 我以前常常对你们讲过的,这个善恶业的故事。 因为有一些人还没听过,今天在啊,把它重复讲一讲。 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是做沙米的时候。 做沙米的时候啊,就愿意调皮。 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写对联。 那么,我写了一个《智慧入海》。 当时在庙上也有一个沙米。 他就念。 他要他欢喜啊,这个写的很草的这个字啊。 他就欢喜看也欢喜念。 他说,智慧入海,智慧入海,智慧入海。 念来念去念,有很多次。 我听着他,我听着他怎么念呢? 我就,给他一点麻烦。 我说,我看你啊,是夜里如海。 啊,这个人啊,这个人啊,这个沙米当堂就发脾气了。 啊,你怎么看我夜里如海? 啊,我说,我当然要看你夜里如海了。 你啊,还没听清楚呢,你知道我说你什么夜里如海? 他说,那你说我什么夜里如海? 我说,我可以说,你善也如海。 那么这样一讲呢,他当堂就脾气就没有了。 所以啊,就一个字的分别,他就发脾气。 你再改一个字,他脾气就没有了。 啊,这真是证明这一切唯心造啊。 这个众生啊,就指着这个名相上。 改一个字,就生欢喜喜。 不加一个字,他就迷回了。 就不高兴。 不高兴,那么这就叫气悔了。 气悔如果再骂人,这就是造业。 造业就要受报。 那么这一位善话天王,他能啊,他得到啊,开示一切业。 啊,开示,就是分别选说。 用那个,用那个,种种种的语言文字,来把这个道理说明白。 它就开示一切。 业,就是善业,阿业。 变化力 这个叶呀 山叶 蛾叶 都有互相变化的 互相变化 那么 你要善中有蛾 那么 所得的 这果报啊 也就 有好有坏 恶中有善 也是所得的 这果报 有苦有乐 这叫啊 变化的力 这个力量 就是看你呀 种什么因 就结什么果 众善因 就结善果 众恶因 就结恶果 这一位善了 天王 他就得到 这种的 这个解脱 这一位天王 他叫寂静音 光明天王 光明天王 他得到 舍利一切 攀缘 那么这个众生啊 常常有一种 攀缘心 这个攀缘心 很多很多种的 所以叫一切 比如 我们想要得到利益 用种种的手段 向人呢 去攀缘 这是为利而攀缘 有的求名的人 就用一切 就用一切的方法 去攀缘 而求名 这是求名的攀缘 整个世界上 就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求名的 而攀缘 一个就是求利的 为利而攀缘 一个为名而攀缘 一个为利而攀缘 这个求名的 就死到名上 也就要死到火里 这个名啊 就是属火 求利的 为利而死 这叫死到水里 被水淹死 这个利啊 就属于水 名就属于火 那么 你为这个名利而攀缘 就被火啊 烧死 被水淹死 所以啊 这个攀缘 是很不好的 一件事 那么所有的人 不要 求名 你活 你活就烧不死 不要求利 水就淹不死 所以这一位啊 既经阴的光明天王 他得 舍利一切 攀缘 他这个攀缘心 都舍利了 舍利也就放下 放下 这个攀缘 就得到自在 所以这一位啊 天王 他得到 舍利一切 攀缘 这种的解脱门 那么 修道的人呢 最不容易 降服的 也就这个攀缘心 你能没有攀缘心 这才是一个 真正想修道的 你要有一种攀缘心 也谈不到修道 有这个攀缘心 就把这个道心呢 障碍住 想用功的时候 这功夫也用不好了 用功就攀缘起来 哎 哪一个局 是最有钱的 可以帮助 一打这个王强 就不能修道 所以这个攀缘心呢 一定要舍利他 一定要把它放下 才能修道 变化力光明天王 他得到啊 扑灭一切众生 持暗的心 他能令所有的众生 这愚痴 黑暗的心都灭了 怎么样灭呢 灭愚痴 黑暗的心 就令一切的众生 智慧 圆满 为什么有吃暗心 就因为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所以一天比一天的雨智 一天比一天的黑暗 这一位天王 他能啊 让一切众生 休息 智慧 休息 般若 让这个般若 一天比一天的增长 黑暗 黑暗 就一天比一天的消灭了 所以 才说啊 令智慧圆满 智慧圆满 就是个角物 就自然得到解脱了 自然得到解脱了 念光天王 得了知一切 佛无尽福德相 解脱门 庄严竹天王 这一位天王 叫庄严竹天王 得视线无边 悦一生解脱门 这一位天王 他是由生辰而悟到 所以他能视线 无边悦一生 解脱门 他所发出这个声音 令人人的欢喜 不大欢喜 而且 能得到解脱 他能有这个 力量 念光天王 这一位天王 叫念光 得了知一切 佛 无尽福德相 解脱门 他呀 得到一种 明白十方三世 一切佛 这个佛 这个佛的 无尽 福德相 佛这种啊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都从啊 因地 一点一点修成的 那么一点一点积累的 所以啊 修成了无尽 福 无尽的功德 才得到啊 这种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来庄严其身 那么这个念光天王呢 他得到这种的解脱门 对上云音 天王 得 朴之 过去 一切 结 成怀 次第 解脱门 圣光天王 得开悟一切 众生之 解脱门 最上云音天王 这一位天王的名字叫 最上云音天王 他得到呢 朴之 过去 一切 结 这个 朴之 就是 无有不知 无有不知 过去 一切 结 过去 一切 就是啊 无量 无边的 那么多的 结 这个结啊 有成住 坏 空 哪一个 结 成 哪一个 结 住 哪一个 结 坏 哪一个 空 在这 无量 结 里边 也翻出 这个 成住 坏空 一切 结的 次第 次第 呀 就什么 结 在前 边 什么 结 在后 边 好像 我们 现在 这 叫 弦 结 怎么叫 贤结呢 就是一切 圣贤呢 就出现 于世 贤结 那么这 过去 庄隐 结 兴许 结 在未来 有兴许 结 这个 结 哪一个 结在 前 边 哪一个 结在 后 边 这一个 天王 他都明明了了 清清楚楚 他得到 这种的 解脱 圣光天王 这一位天王 叫圣光 圣过一切 光明 他得到 开悟一切 众生之 解脱 开悟一切 众生之 也就是 开悟 众生 一切 之 开悟 这里边呢 就包含着 开示 悟入 开佛 知见 是佛 知见 悟 佛 知见 入佛 知见 法华 经上的 开示 悟入 佛 之 知见 那么对 开示 开悟 一切 众生 知 也就是 开悟 一切 众生 得到 佛 的知见 得佛的知见 所以叫一切 智 这一切 智 也就是佛的智 这一位天王 他得到这种的解脱门 妙计天王的树光积满释放虚空界解脱门 习惟天王 习惠天王得一切所作 无能坏 精进力解脱门 这一位天王啊 叫妙计 妙计天王 他得到 一种的解脱门 是什么呢 他能输光 输光啊 也就放光 他的放光 能积满 释放 他的光一放啊 就很快的 就照耀释放 虚空界 这个近虚空变法界 都可以找到 得到这种的解脱门 喜慧天王 也有一位天王啊 叫喜慧 他欢喜有大智慧 他得到啊 一切所作 无能坏 精进力解脱门 他啊 所作的 一切 善事 无能坏 没有能啊 可以破坏 他的 他所作的 一切 一切的功德 也没有人 能破坏 得了他 他所修行的 道业 也没有人 能破坏 了他 所以啊 精进力 他又有精进力 越修行 他越发心 精进 越做善事 他越欢喜 去做去 啊 越做的功德 他也越欢喜 去做去 得实实可以 都是勇猛精进 有这种精进的力量 得到这种的解脱门 花广记天王 得知一切 众生也 所受报 解脱门 普见十方天王 得事先 不思议 众生 行累 吃别 解脱门 花广记天王 这一位天王 他的名字 叫花广记 得知一切 众生业 所受报 解脱门 这一位天王 他 得到一种 知一切众生业 他能 知道一切众生所造的业 所受的这种果报 丝毫都不会错 你造杀业 就受杀报 你造盗业 就受盗的报 你造银业 就受银业的报 你造达王与的业 就受达王与的果报 所以啊 他说 得知一切众生业 所受的报 解脱门 他得到这种的解脱门 普见十方天王 这个天王 叫普见十方天 则视线不思议 众生行类 知别 解脱门 视线的 众生的行类 啊 各一类的众生 有各一类的行 那么这种啊 行类是 各有词别 解脱门 他得到这种的解脱门 而是善化天王 成佛为力 扑观一切 善化天中 而说颂言 世间夜行不思议 佛为 群迷戏开始 瞧说 因缘 真实礼 一切 众生 持别 也 那么 当而之时啊 善化天王 善化天的天王 成佛为力 他 扬成 诸佛的大威神力 图观一切善化天中 他普遍地观察一切善化的天中 而说颂言 说出了几句寄从的 世间夜行不思议 这世间的夜行啊 也是不可思议的 非常微妙的 佛为 群迷戏 开示 佛呀 为的 这个世间上 一切的群迷 群迷就是啊 这一切的众生 戏 开示 开示啊 这个夜行 不可思议 这种的 因缘 所以说 巧 说 因缘 真实 里 巧 这个巧 就是个善巧 方便 说 就是玄熟 因缘 因缘 就是重因 结果 入是因 入是缘 入是果 入是报 真实 里 这其中啊 都有一个真实的道理 丝毫不会错的 一切众生 持别 也 这一切 的众生 持别 这种的 业 那么 众生啊 其毁造 业 受报 这是啊 各有 各的 识别 不同 众众观 佛 无所有 事盼 求你 不可得 何身 世间 无真实 斯塔寂言之所见 种种观佛无所有 观佛呀 就是观看佛神 观看佛神呢 看不见 所以想出种种的方法来想要 看佛 但是呢 环师无所有 看不见佛 那么看不见佛 是不是没有佛呢 不是 好像我们人看虚空 能看见虚空吗 虚空是无形的 你看不见虚空 你用种种的方法来啊 想把这个空 看一看是什么样子 没有法子 可以看得见的 虚空的 你要能看得见 就不是虚空了 佛的法神 你也是这样子 那么你看不见虚空 你不能说是没有虚空 所以你见不见 也见不着佛的法神 你也不能说是没有佛 那么 你在师方求逆 师方 是各方啊 得去啊 想逆佛 这个逆 就是不见 就是不见 你看这个逆字 就是不见 不见 就是个逆 逆 怎么叫逆呢 逆就是找啊 各处去 找佛去 师方去找佛去 找佛 想要看看佛 见一见佛 可是人 不可得 也看不见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佛的法神呢 视线 佛所视线 是用法神来视线 无真实 这法神呢 是无在无不在的 它就有如虚空一样的 你什么地方有虚空 什么地方就有佛的法神 所以没有真实性 此法 记音之所见 这种道理啊 这是 记音天王 他所呀 得到的 这种解脱门 佛与劫海修竹横 威灭世间 持暗悔 事故清静 最照明 此时 立光 心所乌 佛呀 每一位佛 都在无量无量的大街海 所修成的 所以说 佛与 佛与劫海修竹横 谁的忍耐最大呢 佛的忍耐最大 谁的不忍耐最大呢 佛的不忍耐最大 谁的持戒最第一呢 佛持戒最第一 谁是最精进者呢 佛是最精进者 谁是 常常不起于做呢 佛是常常不起于做的 修诸禅定 谁是最有智慧者呢 佛是最有智慧者 为什么 佛一切一切 超过人呢 因为佛的忍耐心最大 遇到什么事情 都能忍 忍人所不能忍的 遇到什么事情 他都能让 让人所不能让的 遇到什么事情 他都能受 受人所不能受的 所以 佛呀 能以这么样子 来修行 修诸横 佛修啊 不是修一种横门 修种种的横门 啊 中种的横门 修得圆满了 因为他中种横门 修圆满了 他这样的大忍 大让 大精进 大不实 大持戒 大禅定 大般若 都是从修诸横得来的 为什么佛要修诸横呢 佛啊 因为想 消灭世间一切众生的 这个持案 回 持就是愚痴 啊 黑啊 前面已经讲过 毁 这毁啊 就是无明 因为无明 生出来 就愚痴 愚痴有了 就黑暗了 要能把这个痴暗毁 都灭了 他 就得到光明了 就得到智慧圆满了 所以才说 事故清静 最照明 因为 这个缘故 所以佛啊 智慧 最低 另一切众生 也都得到智慧第一 所以清静 最照明 另一切众生啊 都舍离这个 持案回 就得到智慧的光明了 此事 立光 心所悟 这个景界呢 这个道理 就是前面所说 那个变化立光明天王啊 他所明白的 这种解脱门的道理 世间所有妙音声 无有能笔如来音 佛以一音便是方 如此解脱 庄严主 世间所有妙音声 世间所有妙音声 在这个世间呢 有很多种的音声 很多种的音声 其中又有妙音声 这个妙音声啊 人人的欢喜听 人人呢 听见这种音声 听见这种的音声 就会 生了一种迷回心 所谓 无蜡 令人 令人 莫茫 无音 令人 耳聋 无味 令人 口爽 无色 令人眼睛啊 就看不清楚了 这种啊 青黄 实白 黑 互相 砸烂 你看着 眼睛看 你就分别不 不清楚 这个青黄 实白 黑 这种种的眼闪 分别不清楚 分别不清楚 就等于盲目一样 就等于没有眼睛了 无音 是公 商 脚 子 鱼 这叫五音 啊 令人耳聋 令人听着 也分 分别不清楚 是什么音声的 虽然有耳头 就好像聋的一样 也可以说啊 这个声音太美妙 好听了 好像 好像做一个什么 迷人的音耀 唱这种 迷人的歌 令人呢 一听 就迷了 迷了就没有智慧了 没有智慧 就颠倒 所以这五音呢 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五味 酸甜苦辣咸 酸的 甜的 苦的 辣的 咸的 这五味 跟人口爽 人吃了 有这个味道调好了 啊 就叫得 很欢喜吃的 我们这样子 啊 就把人真正的智慧给迷了 所以说 世间所有 妙音声 啊 你无论是做什么音要 唱什么歌 这最微妙的 这个音声 所有的世间 这个音声 变了 啊 无有能比 如来音 没有什么音声啊 可以和如来这个 音声来比较 如来这个音声 是最妙的 最微妙的 佛一音 便十方 佛啊 用一种的妙音 充满 十方 十方世界 都闻到这种的妙音 如此解脱 庄严主 得到这种的解脱的境界 是谁呢 就是那个庄严主 就是那个庄严主天 如来福德通虚空 如来福德通虚空 我们人呢 为什么受苦 就因为没有修福 佛呢 为什么没有苦呢 就因为 佛修福 所谓 所谓 受苦啊 就是疗苦 降福啊 就是消福 这福德 这福德 是一点一点 积累 而成的 那么 我们人 实时去利益 这就是修福 实时去帮助人 这也是修福 实时没有自私 也就是福 实时不自利 那也就是福 修诸福 种种的福 都要修 可是啊 世间你所修的种种的福力 这个修福的力量 不如来一相等 和这个佛的三十二相之中的一相呢 来比较 也不能比的 所以啊 不如来一相等 和如来啊 这个相好之一啊 来比较 也不能比的 如来福德 通虚空 如来福德 有多少呢 有虚空那么多 有虚空那么大 就是无量无边的 就是无量无边的 此念光天 所关键 这种境界 这就是念光天王啊 他所得到的 这种境界 是三十三世所有无量节 入其成败种种相 我以毛孔皆能现 罪上云云所了之 咱是 是过去是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这叫咱是 在过去是 有无量节 现在是 又有无量节 未来是 又有无量节 这无量节 无量节 所以说呀 三世所有无量节 没有数量那么多的 大节 入其成败种种相 入完就像他那个 好像他那个 成节和坏节 这个败云就是坏节 成住坏空 成住坏空 这个种种的结 这个种种的结 就是成住坏空的种种结 种种相 那么成的时候 他那个相是什么样子 住的时候 相又是什么样子 坏的时候 相是什么样子 空的时候 相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说 种种的相 佛以毛孔节能现 在这些个 种种成住坏空 这个相啊 在佛每一个毛孔里边 都能现出这种的境界来 可以把过去 拿到现在来 又可以呀 把未来 搬到过去 又可以把现在 回着搬到过去 回着搬到未来去 这互相啊 变化 在佛的一个毛孔的烧上啊 就能现出这个种种的境界 这是啊 最上云阴的天王 他所明白的这种境界 释放虚空 可知量 不某空量不可得 若是无碍不思议 这个虚空啊 本来是不可以知道 他的 广大的量 那么 不可以知道 就作为他 也可以知道 这个虚空的量 所以说 十方虚空 可知量 也能知道 佛毛孔量 不可得 可是佛的毛孔 这个数量啊 不可得 你就不能知道 不能啊 不能啊 如是无碍不思议 像佛的毛孔 这个数量 不能知道 可是啊 可是啊 这个虚空 毛孔 毛孔 也互相无碍 虚空 这个量 可以知道 佛的毛孔 没有法子 可以知道 因为 这个佛 每一个毛孔 就容纳 无量的虚空 十方虚空 都在这一个毛孔 都在这一个毛孔里头 包括了 所以佛的毛孔 这个数量 不能知道 像这种境界 这是原庸无碍 不可思议的 妙计天王 以能物 谁明白这种境界呢 就是这个妙计天王 他啊 明白这种境界 我们到那去 他讲的什么 谢谢大家